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群体中学习 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七节 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在你身边应该至少会有一个自作聪明 而且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吧 今天经文记载的是 犹太宗教领袖们在圣殿里 和一个满浮经纶的年轻人的对话 耶稣虽然只有十二岁 但是他问的问题 是这些教师和学者从未听过的 耶稣所提问的是宗教学者彼此间 他们才可能研究的学术问题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耶稣在其父母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乡 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长大 在加利利地区 很多小城镇都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 他们的生活准则 就是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 耶稣在这些虔诚人的群体中 学习信心的功课 他是无罪的 必然对信仰有深切的体会 也能深入洞察神的旨意 然而 他却道成肉身 住在这些群体当中 和他们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 今天经文中的宗教领袖们 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而是一个在虔诚的群体中长大的孩子 这个群体 有他们信仰所特有的价值观 他们言行一致 并且将信仰和真理世代相传 你是否也身处于这样的群体呢 或者你正发动建立这样的群体呢 我们一同祷告 父啊 这个世界企图 要以他所谓的真理 教导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信仰的群体 好使我们可以学习 从你而来的 无谓的真理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